就是如果说你们学不进去了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社会上找到这个社会的四个群体 第一个地方就是苏州北的一个大公共汽车站 每个地方呢大巴车站知道吧 然后第二个地方呢你可以去下苏州火车站 第三个地方的话呢你可以去下苏州北站高铁站 第四个地方呢离这也不是很远 你可以去下红球机场 你会发现在这四个地方呢 人穿的衣服是不一样的 言谈举止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气质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的话当你学不进去的时候 你就到这四个地方 尤其是那个大巴车 然后的话你从苏州坐大巴 到一个下边的小县城 然后的话你感受一下 你平时坐大巴车出行 那个臭脚压的味儿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你想成为这几类人的哪一类人 你就好好想一想 然后你再考虑考虑 今天你到底要不要把学习这个事给坚持下去 因为你从那种所谓的低层 到一步一步高层 你都体验过以后 你才知道你自己想要的阶层是哪一层 不过瘾 想了解更多完整课程内容 跟我来 直接点击视频左上方我的账号头像 或者打开头条搜索张雪峰老师 进入账号主页 向左滑动页卡 点击专栏 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课程目录了 咱们想了解哪些主题 就挑选哪些课程 怎么样 是不是很贴心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呢 欢迎在评论区聊哦 我可以回答你 疯 Geoff 你